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加州这个野火现在是越来越烧越大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又是一个打破历史的记录了 就是到今天为止已经烧了300万英亩的林地了 那么加州的野火季节才刚刚开始 还有好几个月的野火季节 所以这个数字可能还会不断的再增加 那么今天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聊一下加州的野火 因为北加州离洛杉矶比较稍微远一点 但是住在洛杉矶我们很多的听众是在盛盖博谷这一块地区居住的 这有很多城市华人的居民都特别的多 而且我们的听众也集中在这些地方 所以我相信住在这个地区的人这几天都能够感受到 有的时候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山极上头的火光 有的时候你走出外边就是后院里头或者是家里头 你就可以看到落得满满的像下雨一般的那个灰尘 烧焦的那个草木的那种灰尘就飘到你的院子里头去了 或者你在室内的话哪怕关着门关着窗都有那个浓浓的烧焦的那个烟味 所以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健康的这个空气品质当中 北加州更糟啊 北加州比不还厉害 比这还厉害啊 北加州整个的跟我们这一样 我们天没有了 看不到了 如果抬头看的话是没有天的 就是 昏黄色的一片 在北加州像旧金山的天空是红的了 已经是 非常的严重 所以整个的加州都很糟糕 从南到北 南当然就是和墨西哥交界的这个地方 北就是和俄勒冈州交界的这个地方 俄勒冈州更糟糕 如果大家看图片的话 俄勒冈州烧的那一片一片的房子 特别的 我比如说有一个很古怪的一个景象 特别的奇怪 怎么叫奇怪呢 如果是飓风 比如说或者是地震 导致房屋倒塌的话呀 你会看到那房子呢 它是一个长方形 多数的房子是长方形 你会看到从天上往下看 是一堆一堆的瓦礼啊什么之类的 可是当火从这一大群房子那走过去的时候 地上整整齐齐的长方形的那个方块啊 一个一个什么也没有了 全烧完了 没了啊 这个景象特别的恐惧特别的奇怪 而且是灰黑色的天空 然后你看 往下看就是整整齐齐的一个一个的方块 长方形的不是方块了 然后什么也没有 没有一堆的东西被炸弹炸了还看到一堆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景象非常的恐怖 那么在相比之下什么一两个车被烧了呀什么的 那个就几乎就不算是什么了 所以这次的情况我们先从这么一个角度谈 先讲一下空气的品质 今天早晨我来上班的时候还看到有人戴着口罩在那跑步 哎呀 我觉得这个似乎就有点极端了 因为健体强身就是肯定的 可是在这么呛的空气当中跑步 我在想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常识 这个对你的肺是很健康吗 你的口罩能拦多少啊 我不知道在这个跑步是怎么样 就是它是一种惯性 不跑是不行啊还是怎么样 主要是讲这个空气品质呢 是告诉大家一些数字 这些数字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不接触的 比如说叫PPB 这大家可能搞不清楚啊 这个叫做空气的污染的浓度单位 这个呢联邦政府有一个规定 这个规定对我们普通百姓毫无意义 因为我说它是70是35 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我就告诉大家联邦的空气品质 或者叫空气清晰的 有一个衡量的尺度叫70 它的意义在哪呢 就是给你另一个数字做比较的 比如说这个 这段期间我们的洛杉矶市中心的空气品质是185 那你就明白了 你就吓一跳 原来它比联邦的这个要高出这么多 就越高越坏嘛 这样它是185 你知道这个就知道了 然后呈现有海滨呢 有什么的 靠海边会好一点 也没好多少 123 所以大家都有火在那烧着 但是再告诉大家 这个什么185 123还跟这个火还没什么太大关系呢 如果你把这火加上的话 我不知道到几百了 对 早超过这个了 这个数字是臭氧的这个含量 这个数字呢 它是在 恨不得是上个星期 就是周末刚过了以后 长周末 长周末刚过了以后 因为长周末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南加州这个地方呢 有历史性的高温 这个洛杉矶测得了历史上最高的气温 121度 这是华氏的 所以非常的高 那么70以下算是正常 70以上就是不健康 那185你可以想象是极端不健康 所以 再次强调 就这185不含现在的着火的这个 对对对 是在没着火的时候 你想呢 它是在城县也是123啊 也是没着火的 对 城县那个地方好像离咱们这个火寨 稍微远了一点 所以它是没有含那个着火的这个情况 如果你要是住在山脚下的话 那个早就不知道读树到哪去了 好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就是卫生专家和医学界的人士 都建议是待在家里边 不要出去户外去活动去 所以你出去活动本身就需要呼吸嘛 你因为你跑剧烈的活动以后 你那个喘不上气来 肯定要呼吸的 你呼吸进去的这个东西呢 这个颗粒啊 对肺是很有影响的 而且它可能会引发什么气喘 我们大陆说哮喘 台湾说气喘 气喘病啊 和其他的一些呼吸道的这种发炎啊 等等的 你现在很多人都说 哎呦 我最近怎么口干舌燥的 就是那个鼻子也非常的干燥 这就是因为 那个灰尘太多了 吸入到你的这个口腔 还有鼻子里头的时候 肯定会刺激你的这些器官的吧 分析一下原因 三大原因 先不说着火啊 在着火以前 为什么空气品质这么糟糕 首先呢 那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 就是居家避疫 居家防疫呢 在这段期间路上的车也没有了 很多的工厂也停工了等等 在我们这边呢 出现了一个罕见的空气清新 21天的记录 21天 这个空气 无比的清新 住在这儿的人 深有感触 只要出去都能 抬头看到天啊 什么的 也都会感觉到 但是呢 从4月1号开始 这还没着火呢 对不对 对啊 4月1号呢 出现了一个 大的转折 就整个的气象专家 他们都在监视空气的品质 突然之间 在这一天开始变坏 4月1号没有车呀 街上 对不对 并没有什么车 是哪三大原因呢 就是气温 高压 无风 这三大原因 慢慢的开始热了 再加上刚才说的 一直 温度爬升到了 劳工节 长周末的120几度 那么高温呢 是就容易产生 一个高压的现象 高压呢 就产生一个陷阱的现象 就是把一些肮脏的空气给压在比较低的位置 一般的情况下是靠风把这些污染的空气给吹走 所以你说这个事又讽刺又矛盾 我们希望有风又不希望有风 对吧 对 我们希望赶紧刮风 把这个糟糕的雾霾给刮走 可是这火一来 咱们赶紧说别刮风 一刮风就火迅速的蔓延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首先在火到来之前 没风高温高压 就导致了恶劣的空气 然后呢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哪来的这个情况 现在几乎科学界是统一的认知 这是气候暖化造成的 而且这个问题就比 什么新冠病毒啊 要麻烦多了 有的人常说什么2020年怎么样 这个问题可就不是2020年的问题了 这是2020年以前 不知道几百年以前就造成的 那么如果这个情况 是导致现在空气品质恶劣 和现在的山火的爆发啊等等 是这个原因的话 那可能就是接下来的几代人的 要面临的问题了 可就不是一个新冠的问题 那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再看一看加州的火情 俄勒冈州的火情 以及你听了这几个分析 你就知道 这真的和气候暖化有点关系 因为俄勒冈在前一段时间 夏天还在下雪 你能相信吗 对不对 为什么下雪 从下雪突然变成了遍地的是大火 那稍待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欢迎你去收听 由中旬和刚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个加州的大火啊 现在已经烧到俄勒冈州了 这个俄勒冈州刚好是在加州北边一点 那么靠近加州边境的这个地方 大概二三十里的这个地方 小镇先烧起来 然后呢 它好几个火场就汇集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火场了 而且呢 它们很不错巧 就是它那个火场啊 离居民区特别近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现在已经有几百栋 可能上千栋的房子被烧掉了 然后我看今天早晨 那个美联社的消息是说 在俄勒冈州要求他们撤离家园的 已经达到了五十万人 五十万人呢 这个是比加州的还要多啊 俄勒冈州全州只有四百三十万人 百分之十几的人要求要撤离家园了 我想我们往北边去啊 我没去过 但是我去过旁边的华盛顿州嘛 他们这个紧密的接壤 而且他们的整体的这个州的 他们这种情况是非常像 就是四个字 郁郁葱葱 对 就是到处都是树 这下就麻烦了 尤其是在华盛顿州 我去的一些地方 还有朋友家什么 很棒的 他生活在那个树林里面 那种感觉很棒的 像养疤一样 他们一直说是呼吸养气嘛 对 这早上起来的时候 这种空气的感觉 绝对的是加州所没有的 可是这一火一来就麻烦了 就他有这个问题 而且俄勒冈州 澳勒冈州也好 俄勒冈州也好 这个地方呢 那他刚才说 为什么是可能是气候暖化导致 就是他在这个季节 是不刮风的 我们这边呢 有什么圣塔安纳风 什么之类的 在他那是没有的 但是现在突然之间刮起强风 这个是在人的记忆当中 没有的 没发生过 那这个强风 就导致这个州 现在39处大火 我们这边也37、8处吧 可能37处是汇集在一起 那个叫做August Complex 那个火对 所以你像俄勒冈州的Phoenix Talent这种地方 整个我不知道他是镇还是市 反正没了 整个这个都被大火吞噬 一个祖母和他13岁的孩子 我不知道是孙子还是外孙 被烧死了 10来个人 好像大概有10来个人烧死 在加州也是一样 刚才说那个August Complex 这是37处火场 汇集在一起 现在正在北加州 这已经变成现在的加州的大火里边 最大的了 它面积已经烧了多少呢 41万7千英亩了 这么大的一块地方 现在至少是10个人死亡 有17个人还是16个人失踪 那失踪的人 如果要是没有逃离的话 在现场的话可能也很惨 就是消防人员在这个搜索这些 断壁残垣 就是烧毁的这些地方的时候 残破的房屋的时候 经常就看到有人死在里头 所以这个蛮严重的 其实我们这也是一样 我们这个昨天晚上 在我们电台的那个群当中 这个微信群里头拍了几张照片 你看到了吧 那个在蒙罗维亚上头 那个山脊上头 一连串的全是火 对 就那个景象啊 非常的古怪 因为离的距离比较远嘛 我们看到山呢 是一个外形而已 就是凹凸不平的那个外屏 但是好像呢 它上面挂了彩灯似的 一串红的沿着那个山脊在那烧火 再加上你听广播 假如你在很远的地方 跟这个火没关系 你是感觉不到 如果你走到外面 你一呼吸那个空气 这种烧焦的味道 扑鼻而来的时候呢 这种紧迫感就非常的强 再加上如果你生活在这种城 像我生活的这种城市 它收到了疏散令的时候 那这种呢 对你的心理上的影响就更大一些了 突然就觉得好像就来到了家门口 再加上呢 看到这些报道 关于臭氧的报道 关于空气清洁的报道 关于它可能引发的疾病的报道 然后再看到图片 看到俄勒冈州烧成这个样子 看到加州烧成这个样子 你突然就是觉得好像还是那句话 就是这一年好像没什么好消息 这个好像就我们说的那个叫暴风雨现象 刚你觉得这已经是更糟了 它来了一个又给你添一件事情 就不断的给你增加这种头绪 回到刚才说的俄勒冈这个地方 他早前的前几天的时候还下了雪 所以俄勒冈人包括他的州长 现在向联邦请求救助 但是他们那个地方的气象学家和科学家说 现在的俄勒冈州今年的这个情况 有一个大的麻烦 一个是罕见 就以前没听说过 这个季节又是下雪又是着火 又是就有这种飓风啊什么 就风速很强的这个风 关键的就是从俄勒冈州到加州 我们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它不是2020年问题 就是明年后年 以后可能会越来越糟糕 这个情况就让人觉得比较沮丧了 对 就是这种极端的气候啊 会越来越频繁的出现 这就比较麻烦 别说是奥勒冈州了 前两天新闻还在说 那个科罗拉多也是一样 前两天吧 也是一天之内气温骤降55度 还是多少度啊 一下子变成从夏天 一下变成到冬天去了 这个这种现象在科罗拉多这些地方 都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一下子就会出现这样大的 这个温差的变化 所以在我们加州也是一样 你看那个每年的野火 现在是越烧越大 2018年的时候好像觉得 天堂镇啊什么的 那个烧得很惨 好像觉得那已经是极致了吧 没想到今年非常轻易的 就把2018年的这个 那一个关卡又给突破了 对 重点还是说 现在火机还没到来 对 对 所以还有好几个月要过呢 所以后来的这个 现在这么干燥 然后再加上这个热的风啊 就焚风又再一刮起来的话 加州 尤其是南加州的这个 山林野火真的不能掉以轻心了 看来是真的要很好的防范才行 当然我还是讲那句话 其实我们在今日话题里面 不止一次的讲过加州火的这个事情 在2018年你说天堂镇对不对 对 以前我们也讲过 因为时不时的这个地方就会 着山火一烧烧几十万什么之类的 我还是有这个 每次我都讲这个 我还是很困扰 就是说人类这个问题 暂时还解决不了 你说奇怪不奇怪 对不对 我们解决过很多不可思议的问题 人类不管是人的疾病也好 还是对太空的征服也好 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在这方面下点功夫 在探索太空以前 能不能现在把他们的火给叫一下 反正你越来越觉得 好像人在大自然的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有的时候真的是看着这个大火来了以后 你真的还真的没办法